早雨,破暗了,是被漫进回放,普城进去类手球瞬间,李肖鹏都笑了2018赛季中国足球的最后一场争贯大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,足鞋杯冠军争夺战守回合的比赛,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开打。 本赛季的足鞋冠军,将在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这两支中场老牌敬礼中产生,最终两队经过90分钟的摇扎后,北京国安主场已赢比赛平来访的山东鲁能。 这样的话,山东鲁能在第二回合的比赛中,将占据一定的优势,鲁能手握一个可场进球,另外还有主场优势。 当然了北京国安的机会还是有的,这就看施密特的耐功了。 比赛开始后,可场作战的山东鲁能反客为主,他们不断的对北京国安的大门展开围攻。 第六分钟,吴兴涵在左侧,接到了佩莱的投球百度传球,吴兴涵大力轰满,皮球被国安门将侯森单手拖出底线。 鲁能开场后的第一脚射门差点就转换为进球了,好的侯森注意力集中。 一分钟后,鲁能再次卷土重来,这一次还是吴兴涵,山东鲁能脚球开出,被北京国安解围。 不过球群再次被山东鲁能得到,将持将球送至禁区,吴兴涵高高跃起投锤门,踢球滑门而出,鲁能这波进攻可谓来势汹汹啊。 此后双方陷入了胶着,两队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,但是始终无法敲开对手的大门。 第三十分钟,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,豪却民主把脚球将球传至禁区门前。 古安门将,侯森起跳击球无果后,后点的巴坎布在解围时被皮球击打在手臂上,来此前因超明少克拉腾伯格果断叛发点球。 塔尔德里轻松打将,鲁能率先打破僵局,下半场开场几三分钟,北京国安搬平比分,他们的进球方式还是点球。 江涛在右路将球送至禁区,鲁能外援吉尔突然滑倒在地上,踢球刚好打在他的手臂上。 裁判在观看录像有判给北京国安一粒点球,巴坎布操刀逐罚命中,北京国安信任的搬平比分,此后两个再也没有能够取得点球。 值得一提的是,第61分钟的时候场上出现了一些争议的判法,北京国安球员普城在禁区内手球。 不过主裁判在观看录像后,才并不是点球,裁判给出的解释就是,踢球在击中普城的手臂时,他已经有了收紧手臂的动作,那个这个普城这个手球该不盖探点球。 为此,小编特意将这个片段的视频时被漫进回房后,还原了更多细节,漫进显示,踢球确实打在了平成的手臂上,但是平成这时也有了收紧手臂,同时有助关避开的动作。 裁判可能也是急于这点拒绝判法点球,不过裁判敢于拒绝点球还是非常大胆的。 对于裁判的判法,李小鹏也是笑了,他大度的面带笑容对着场内鼓掌。